新闻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本周最新的燃油价格 RUN 97汽油价格每公升下降5仙至3令吉42仙 RUN 95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2令吉05仙 至于西马半岛的柴油价格每公升下降5仙至3令吉18仙 而东马的柴油价格还是维持在每公升2令吉15仙 如今搭飞机旅行或是出差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 可是一旦遇上飞机严重延误就非常恼人 计划好的行程都会受到影响 对此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 从9月2号起若航班延误5个小时和以上 航空公司就必须为乘客提供退款 包括那些提供往返大马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 陆兆福今天在部门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因特殊原因造成航班延误 航空公司应按照乘客原本支付的方式办理退款 他说如今出现很多案例 航班延误5个小时和以上 乘客就会选择其他航班 可是购买其他航班会加重乘客的成本 尤其是最后一刻买机票会更加贵 所以现在至少有替代选项 乘客转换其他航班之余也能获得全额退款 陆兆福补充 乘客可以在30天内获得退款 强制退款的款项包括燃油附加费 与其他税收 例如离境税 机场税和碳排放费 虽然航空公司也可以提供替代退款方式 例如旅游券或信用积分 但是乘客有权自行选择退款方式 以上的规定适用于乘客未乘坐的航班 无论是可退款还是不可退款的机票 与此同时 任何已经取消的航班必须从所有预购系统中移除 包括线上和线下旅行社平台 以防止消费者购买到已取消的航班机票 若航班有任何更动 航空公司也必须在实际出发时间至少前两个星期通知乘客 除非是特殊情况或者是不可避免的技术问题 而这项规定将在2025年1月生效 至于航班超卖的问题也实有所闻 因此交通部规定若航班超卖 航空公司必须在直击柜台或登机口通知乘客 禁止要求已登机的乘客下机 他说大马航空委员会将时刻监督以确保航空公司遵守指南 若未能遵守航空消费者保护守则 将被罚款最高20万令吉 重返的话将被判以10倍的罚款 那说到这里 想必一些已经在马航预定机票的乘客 最近也收到了航班调整的通知 对此马清署理总团长张又全则要求陆兆府交代 马航最近大规模取消航班 是否如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贵嘉祥所言 与马航最近面临的技术问题有关呢 有鉴于此 陆兆福回应指马航近期频频发生航班技术问题 是基于机械部件问题和缺乏熟练人才所致 他说大马民航管理局在6月24号到28号期间 对马航和马航工程展开突击检查发现 除了机械部件的问题 马航411名能够证明飞机安全的工程技术人才中 有63人已经辞职到其他的公司就职 他说马航已制定了一项缓解计划 包括将飞机安全级别提高至警戒级别 积极招聘熟练人力 减少向第三方提供维护、维修和检收服务的范围 以及从原始设备制造商获得充足的飞机发动机备件供应 为了确保马航遵守上述缓解计划 民航局也要求马航需要在每一个月提交一份进展报告 大马航空集团上个星期宣布 从8月24日起至12月要暂时缩减旗下航空的航线数量 目前该航空已完成8月和9月的必要航班取消工作 然而据本报了解 8月和9月以外的航班也受到了影响